我娘是青楼花魁 贵妃偷逛青楼被人轻薄 她哭诉到皇帝面前 皇帝发怒打杀青楼所有人 贵妃更是撒娇 要将尸首吊挂在城门口示众 我阴下将男爪爹逃过一劫 后来 我凭借富商之女的身份 选秀入宫成为最低等的才人 得到皇帝多年宠爱的贵妃 对我不以为意 可她不知晓 我自小便懂得如何讨男子喜欢 一 皇帝选秀 每留下一人 贵妃郑叶的脸色便轻一分 沈青城留牌 侧封美人 尖锐的嗓音 不带一丝情绪地念出我的风味时 郑叶眼神直定了我的脸 她的眸中闪过无法掩饰的嫉恨 随即勾起一抹笑 手轻搭着谢元臣手臂撒娇道 皇上 这封为美人怕是不妥 郑叶拿起侧子 又仔细瞧过我的脸 她眼底闪过杀意 随即转变得云淡风轻 竟是大字不识 还是个商人之女 如此雍之俗粉 怎可留宫 皇上不若将她丢出宫去 她甚是巨傲 只因她知晓 皇帝的宠爱足够让她恃宠而骄 能轻易决定我的去留 谢元臣手撑着头 眉头轻皱 从未正眼看过在场的秀女 似是觉得选秀甚是无聊 听见郑叶的话后随意摆手 唇角微张 似要远了郑叶的意 可我不卑不亢 娇软嗓音流出 贵妃娘娘说笑 妾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妾虽不识几个字 何况妾如今方才二八年华 正如新出的芽般娇嫩 脸上自是不曾沾染脂粉 谈何庸之俗粉呢 我死定着郑叶的脸 面容含笑 眼神冰冷 心内尽是未尽之言 只有她这样的年老色衰之人 才需脂粉掩盖 郑叶脸色变得难看 她抬手俯上自己的脸 却见些许脂粉从她手中露出 她终是愤愤不平 将面前的茶盏摔向我 怒道 你敢辱骂本宫 哼 姿色平平 嘴巴倒是厉害 茶盏在我面前碎裂 滚热的茶水 滴溅到我露出的洁白手臂上 啊 好烫 我滴喘一声 终是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她抬眸的瞬间 我正巧手俯着被烫到的手臂 微扬起头 露出曼妙的身姿和勾魂魅态 我瞧见了她眼里闪过的惊艳与错愕 二 谢元臣坐正了身姿 嘴角微勾 看向我的眼神 带着审视与玩味 你是沈青之女 沈青雀乃家父 见谢元臣似是对我有了兴趣 郑义尔终是坐不住了 她揪着谢元臣衣袖 要将谢元臣的注意力拉回 便得有些口不择言 皇上 这商户之女实在身份卑贱 本宫以为她实在不能入宫 您万万不可被她这个狐狸精迷惑了去 惑了国成为千古罪人 此话一出 殿内所有人纷纷跪地 谢元臣迅速黑了脸 沉生目斥 放肆 简直胡言乱语 爱非胡闹也要有个度 没有一个皇帝乐意自己 被人说成千古罪人 郑义尔被训斥地愣在原地 可随后 他却立马红了眼眶 眼里含泪 却不落下 楚楚可怜 臣妾也不过是为皇上着想 这才一时失言 皇上竟因一个外人凶臣妾 臣妾死了算了 说着 郑义尔抬脚 头一歪就要往旁边柱子上撞 只可惜谢元臣足够眼疾手快 迅速将他拉住 扯进怀中 在瞧见他梨花带雨的模样后 终是软了语气 手轻擦掉他的泪珠 宠溺安抚道 朕没有责怪爱妃的意思 好了好了 再哭就不漂亮了 他既如此惹得爱妃不快 朕将他降为才人 再禁足三月 往后也不招他见朕 如何 郑义尔还想再言 可在瞧见皇帝 那不容智慧的神色后 他变了脸色 娇羞地软靠在皇帝怀里 手指间勾着皇帝衣巾 不停往下 眼神却俊傲地看向我 很狠道 既如此 那便依皇上所言 但他对臣妾言语无状 臣妾还要赏他长嘴三十 不然臣妾可不一 谢元臣眼中 那被正义而激起的欲望 毫不遮掩 他轻笑一声 静起身横抱起贵妃 大不远去 声音宠溺又无奈 准 谢元臣一句话 众人就此散去 独留身后的我双膝跪地 脸上火辣 眸中恨意汹涌 三 带回到次下的清新殿 却见殿内荒草丛生 破旧的窗户上四望缠绕 隐约间还见有蜘蛛爬过 与我一起长大的福国 找来冰袋在我脸上倾敷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抽噎着 小姐 要不咱们回去吧 换柳儿姑娘进宫 您这第一天就被这般欺负 这被打了不说 再看看 这住的什么破烂地方 老爷知道 肯定会心疼的 我俯着铜镜里被扇红肿 看不出原本清成模样的脸 却露出了浅笑 我终于踏出了第一步 杀亲不供戴天之仇 当然要亲自手认敌人为快 我眼神灰暗 直到现在没有一刻不再后悔 若是当初没有偷溜着 离开烟雨楼该有多好 娘亲是烟雨楼的花魁 而我自小在烟雨楼里长大 自懂事起 我从未见过我爹 娘亲也从不在我面前说起 在亲姨和娘亲那 偷听到我爹在江南的御安县后 我悄悄备好行李 和马车下江南找爹 那日 我曾与郑烟在烟雨楼后门擦肩而过 他扮作男子模样 摇着小扇子大摇大摆进了楼里 我并不知晓 他是身受当今皇帝宠爱的明德贵妃 只是觉着或许是哪家的小公子 偷溜出来玩的 而这对烟雨楼来说实在常见 我就这么没有任何怀疑地出门上马车 离去 我找到了爹 第一次见面 他很意外 眼中是我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 第二次见面 他很欣喜地认下我 答应我要将娘亲接回府中 可当我沾沾自喜带着爹回京后 却在城门口城墙上 见到了一整排被吊起的死状凄惨的尸首 那里有着烟雨楼的所有人 妈妈 小丝 丫鬟 轻姨 还有娘亲 所有的女子一群被撕碎 只留下堪堪几根布条 生前分明是受了令人发指的凌辱 小丝们被去了是 裤头一片血字 所有人脸上是横七竖八的血痕 脸颊右侧被刺上大大的剑子 面目争鸣 死不明目 城门正上方的娘亲 眼底没了往日的温柔 只剩无尽的恐惧与悲愤 我口吐鲜血昏迷过去 醒来后 我爹找人查明了前因后果 受宠的贵妃偷溜出宫 一时兴起进了烟雨楼 一好奇 他随意撞开了一扇房门 被里头的男子轻薄了手背 后来 他哭诉着告到皇帝面前 女子本就该好好待在家里相夫轿子 怎能在外聚众搔手弄姿 勾引男子尽做些下流之事 这些人就该打杀了去 挂在城门口市中 以免教坏我巫国的儿郎 这烟雨楼也要一把火烧了 省得还有无辜女子陷入这肮脏之地 皇帝宠爱贵妃 她一生令下 五十条人命就此枉死 可烟雨楼招来的姑娘们 都是邪无家可归 身有苦衷之人 楼里的妈妈也从未做过强强民女 强辣而郎之事 有些人生来高贵 可有些人生来便处于生色场所 以色是人 是无奈 也是生存之本 这些人只不过是在烟雨楼 图个安身立命之所罢了 如今却被挂在城墙 连入土为安都无法做到 我敛去心底的恨意 平静地将冰袋 递给后在一旁的福果 柳儿要护着爹 这筹当然得我自己报 柳儿是爹的死士 我也不知小一个商人 为何会有大批的死士 吃小娘惨死后 我爹整日阴沉着脸 将自己锁在屋里 三日没出门 她命人将我牢牢看守 生怕我一时冲动 后来她出了一趟门 回来后就说 要送柳儿进宫当秀女 商户之女本是进不了宫的 但我爹主动投诚 成为皇商 向谢元臣 进宪了三座金矿 和半数家产 这才有了进宫的名额 我知道他是想派柳儿 进宫刺杀谢元臣和郑印 但进宫那日 我使记替了柳儿的身份 所以因着我爹进宪的金矿 即使是郑印 也无法阻止我留宫 如今他以为我新进宫 便被禁足 对胸无点没的我不以为意 可他不知晓 我自小精通琴棋书画 对如何讨得男子的喜爱 更是耳濡目染 四 不声不响 三月已过 谢元臣并未踏足过清新店 而我一直安安奋奋地待在店里 种番薯 被禁足的最后一日 郑印尔似是突然想起 要来羞辱我 带着宫女太监 浩浩荡荡地进了店中 彼时 我正在将刚挖出地面的番薯 放进矿中 不远处的石桌上 还放了一副碗筷 碗中还有半块未吃完的番薯 郑印尔身侧的贴身宫女 在他的事宜下 狗杖人是一般 上前一脚踢飞我的箩筐 郑印尔笑了 太阳起头 言语间带着畅快语嘲讽 就算皇上让你进了宫又怎样 还不是在这当了你腿子 再瞧瞧你这张脸 都憔悴了不少 你年纪小又如何 比本宫还老气 只要我在 你永远也得不到皇上的宠爱 我从番薯地中从容站起身 笑着走到他跟前 重重拍了拍 身上沾染的灰尘 尘土飞扬到郑印尔脸上 呛得他咳嗽两声 面容恼怒 我低头看向他 语气甜淡 贵妃娘娘多虑了 这宫里年年都尽心人 能伺候皇上的美人多的是 妾身并不在意 皇上是否会宠幸自己 只求皇上身边 能有顺心侍奉之人便足矣 谢元臣如今专宠郑义尔又如何 他爱美人 但更爱江山 为了拉拢朝臣 平衡朝廷权势 他就不能只专宠郑义尔一人 我虽被禁足三月 但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 谢元臣这三月来 也陆续招了新进宫的 吏部尚书嫡女 郑国公府嫡子女等人是紧 后宫家里三千 郑义尔会年老色衰 但总有人年轻貌美 郑义尔能受宠一时 却不保证能受宠一世 我瞧着郑义尔的那张 显得刻薄的脸 凑近了他耳旁 轻声道 何况为何能被皇上毒宠 贵妃娘娘自己心里 也清楚不是吗 骗得了别人 可别把自己也骗了 谢元臣深爱之人 确实是郑义尔 可他却不是真正的郑义尔 真正的郑义尔 本是丞相府不受宠的 庶出二小姐 先皇在位时 谢元臣只是个 示弱的七皇子 两人巧遇后年少定情 郑义尔温柔聪慧 嫁给谢元臣成了侧妃 后来几经争权 谢元臣出乎 所有人意料的登基为地 当初的郑义尔温婉大方 可如今这个郑义尔性情娇纵 世人都以为 他是因风头正盛 恃宠而骄 谢元臣更是因他有了小皇子 给了他更加极致宠爱 无人知晓 真正的郑义尔 早就在生下小皇子后 不久就被害死了 如今的郑义尔 实际是换了脸的 丞相府嫡女郑义莲 我画一出 郑义尔脸色变得极其恐怖 她沉着脸 眼神中带着浓烈杀意 贱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 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将人换脸 却让亲近之人看不出来 这世上只有诡异能做到 曾经的诡异已经生死 但郑义尔永远想不到 我是鬼衣的关门弟子 新任鬼衣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贵妃娘娘可要小心 晚上有人锁命 你不怕我杀了你 你知道皇上为何非要 将我留在这皇宫中吗 因为我还有用 就凭这点 你就杀不了我 不可能 郑义尔瞪大了双眼 眼底带着巨异 过了一会儿 又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一般 她冷哼一声 神色巨傲 你不过是个最低等的才人 无权无事 就算我不杀你 只要我表露出对你的不喜 你就不可能 在这痴人不涂骨头的身宫里 待得下去 郑义尔目光扫向身侧的贴身宫女 她身后众人一窝蜂的上前 将我种下的番薯地 全都糟蹋了个遍 挖出的番薯全被砸烂 番薯苗被扯断 郑义尔眉宇间都是畅快神色 我瞧见不远处的明黄色衣袍 眼眸一压 瞬间红了眼眶 怯懦道 求贵妃娘娘开恩 别再随意糟蹋粮食了 五 还不给镇住手 谢元臣大跨步走上前 瞧着面前的狼藉 勃然大怒 将所有人都拖下去 各打三十大板 众人跪地求饶 只正一二一看见谢元臣到来 又恢复了小鸟依人的柔弱女子神态 欣喜地朝谢元臣贴了上去 在猝不及防被谢元臣甩开后 她愣了下 可谢元臣没再理会她 只看向我 声音急切 这番薯真能达到母产千金 今日一早 我便以父亲要向皇帝再进县 一座矿卖的消息 顺道将蒸好的番薯 献给了谢元臣 如今她来询问 不过是意料之中 我但立上前 温言细语却又肯定道 切身是听闻发现这番薯的外邦人 说岂能达千金 如今自作主张 在宫中重了些进行试验 只可惜 我转头瞧着这满地的残枝碎鼠 猴头四十治了下 眼神看向正印 这番薯并未在巫国出现过 而是跌去番外经商时偶得的产物 听闻不仅能迅速饱富 且产量极高 而巫国如今粮食 多以水稻和麦子为主 可产量低下 百姓劳苦几月 却只得产产两三百斤 何况如今正值迅期 一发红烙 稻田被淹 朝廷年年赈灾 国库空虚 谢元臣年年此时 都为百姓温饱问题 头疼不已 如今我发现了能高产的新两种 他必定对我有所改观 而我自是不会如此 轻易地上交两种 郑义儿来清新店这一处 不过是我特意让他知晓引来的 他毁了正好 郑义儿回过神来 也发觉自己做了错事 他眼神闪了闪 又朝谢元臣撒娇示弱 谢元臣面容依旧冷着 可眼里却已经没了最初的怒气 没得到国边失去的东西 果真不值得珍惜 眼看着两人就要就此离去 我洋装忐忑地开口 皇上 其实这番薯是长在地里头的 妾力气小 只挖出了几块 我指了指身后 这一片土地下方 还有许多番薯 妾想着若是全挖出来 应当还是能作为两种进行培育的 到时许是能为百姓温饱出一分力 谢元臣文言 谋色亮了几分 挥手便安排人挖着地里的番薯 都仔细点 若是毁了这两种 朕要了你们的命 殿前的这一小片地 挖出百来金的番薯 在确定果真能母达千斤后 谢元臣眼眸悠悠 沈才人想要什么赏赐 仅可提出来 我抬眼瞧着他冷峻的面容 脸红到了耳根 却只是文言细语道 妾能为皇上分忧 你是妾的荣幸 妾不敢鞠躬要什么赏赐 我从衣袖中掏出一本册子 微低下头伸手递到皇帝面前 动作间露出 白嫩细腻的仙臂和胸前的圆润 这是妾这些日子 种植番薯写下的册子 听我爹说 如今七月份 南部气候温和 正是种植番薯的良日 皇上不妨派人将这番薯 运往南部种植 谢元臣伸手接过册子 他翻看几顺 龙眉微调 眼眸幽深 很快又恢复平静 眼看着皇帝对我露出的兴趣 正义儿愿由地挡在我俩中间 又转向谢元臣 自告奋勇道 臣妾也想为皇上分忧 臣妾的哥哥 如今正在家中休养 皇上不若便让哥哥 负责将两种运往南部种植 也算是臣妾今日将功补过 好不好 我低下眉 没有说话 正义儿瞧见我这副模样 朝谢元臣撒娇得更起劲了 谢元臣忠实没拗过他 轻轻硬朗 两人离去时 我甚至还听见正义儿轻快的话语 哥哥这次肯定能把事办得漂漂亮亮的 到时候皇上给他升官行不行 六 剩下泥土翻飞的院门口 福果边拿着铲子填土边替我摩不平 主子忙活了许久 番鼠还被贵妃娘娘给截胡了 这不是为他人做嫁衣吗 我嘴角微微上翘 露出一丝笑意道 螳螂补缠 黄雀在后 就让他先得意一会儿 没多久 皇帝的赏赐下来了 我被封为美人 且被翻了牌子 谢元臣踏进清新殿时 我正抬手要将敞开的窗户关上 肩上是薄如丝状的细纱 落日的余晖照射在我微微抬起的侧脸 犹如落入凡间的神女 在瞧见皇帝赤裸的眼眸后 我羞怯的龙起纱裙 无声无息靠近 脸颊微红 谢元臣终是忍不住轻身 声音带着点玉又带着点雅 美人身上好似有骨香味 可下一瞬 殿外略微尖锐的嗓音传来 皇上 小皇子不知为何 突然身体不舒服 贵妃娘娘想请您去瞧瞧 谢元臣压下的身体一顿 原本粗重的喘息 也逐渐变得平静 我洋装恋恋不舍地松开她 贴心道 小皇子身体有样 皇上要不还是去看看吧 臣妾没事的 臣妾只盼着 有一日皇上能想起妾变足矣 谢元臣神色已经恢复清明 他会有一丝犹豫地起身离去 殿内变得冷清 否果将然找得像灭掉 对着我愤愤不平 主子好不容易是寝 皇上怎么能就这么走了 今日我还在御花园 瞧见那小皇子活蹦乱跳的 怎的晚上就有样了 皇上又不是太医 又不会治病救人 奴婢瞧着贵妃娘娘 就是不想让您成宠 太可恶了 我目光往明德宫的方向望去 眸色阴冷 不急 日子还长着 对男人来说 太容易得到的女人 如同衣服 随时可泣 我怎会如此轻易地 投入谢元臣的怀中 气 解除禁足后的第一日 我早早起了 前往寿康殿进见太后 找了个靠后最角落的位置 坐下等候 约莫半个时辰 嬷嬷扶着太后出来 她坐至主位 眼神扫尸一圈 微皱起眉 贵妃为何还未来 坐在前头的万朝仪 走上前行礼 似是解围 听闻昨日小皇子身子不舒服 贵妃娘娘许侍音 这是耽搁了 太后冷哼一声 脸色露出不喜 待众人问安过后 她似是突然想起我来 将我叫上前 目光在我身上停留片刻后 语气淡淡 听皇帝说 你种出了一种 名叫番薯的心两种 你有心了 哀家也没什么可赏赐你的 锦绣芳心尽了些布匹 哀家老了 用不上那些个鲜艳的 便送于你吧 她身后的嬷嬷 从里间拿出两匹 玉色布匹递到我跟前 我刚想伸手接过 布匹却被姗姗来迟的正印 随意捏在手里 揉猎了几番后 她将布匹递给身后的贴身宫女 脚手昂视道 本宫身边的富贵 衣服拿去给狗穿 想羞辱我 可也肆无忌惮地 打了太后的脸 可上手的太后 却仅仅只是面路不快 并未出声训斥 只因她无法威慑正印 太后是谢元臣的生母 其母家却只是七品书令出身 而郑义儿出身成相府 成相权清朝野 她也从未将身份低微之人 放在眼里 包括小胡出身的太后 我目光掠过她 转而低谋 神色平静 贵妃娘娘衣着光鲜 养的犬儿自然也应当如此 毕竟物以类聚 切决得甚好 物以类聚 郑义儿自然也是畜生 郑义儿听懂了我的嘲讽 颈刻火冒三丈 发了风般扬起手朝我打来 我不避不退 只在她近身的瞬间 侧身躲过 她一时没收住力气 不偏不已 撞到我身后的桌角 额头上瞬间鲜血淋漓 被人拉起后 她如同是井泼妇般怨毒的话 张口而出 贱人 你敢骂本公是狗 别以为有点姿色 就能得到皇上宠爱 飞上之头当凤凰 无权无是贱人 你算个什么东西 皇上是本公的 本公迟早让皇上杀了你 诸你九族 此言一出 殿内寂静落真可闻 太后脸色难看 她终是将手中茶盏 重摔茶桌上 郑义儿这话 其实也是在影射太后 先皇在世时 太后也并不得宠 在后宫遭尽欺负 谨小慎微地活着 她一辈子只成了一次宠 还是因为先皇与皇后 闹了脾气才成的 先皇喝醉酒误入她偏店 但她却意外地害喜了 生下了谢元臣 在谢元臣出生后 先皇听从当时皇后的旨意 因此她将谢元臣养在名下 却下令诸杀了她母家九族 后来多年筹谋 谢元臣登上皇位 太后一心想让她为皇家开支散业 谢元臣却偏偏专宠郑义儿 登基七年 皇室子寺却只有郑义儿名下的 小皇子和冷昭仪名下的两位小公主 眼下 太后终是忍不住发了火 出言训斥 胡闹 贵妃身为皇上的妃子 自当为皇上分忧 让皇上雨露均沾 怎可独占专宠 搅得后宫不得安宁 郑义儿闻言却是不以为意 她白了一眼太后和在场的妃子 冷言冷语 哼 还不是你们自己 没办法留住皇上的心 难不成还要本宫将自己的男人 拱手让人不成 郑义儿靠着椅背 神色居高临下 身边的丫鬟拿手帕 为她按住出血的鹅角 下一瞬 谢元臣的身影出现 八 郑义儿瞬间变了脸色 匆匆走到谢元臣跟前 委屈落泪 皇上 太后伙同审美人 一同欺负本宫 说本宫是狗 还打伤了臣妾 宁可要为臣妾做主 郑义儿对着谢元臣 喋喋不休 气得太后突然气喘晕绝 太后 母后 一群人火急火燎地上前 本在给郑义儿治疗伤口的太医 立马被叫到太后跟前 太医给太后把了脉 扎了针 却依旧不见醒 反而显得脸色更是苍白 我小心翼翼上前开口 太后娘娘许是气急攻心 气血淤积 妾在民间曾见过这一症状 在房间内点上清心散 再将清心散用水化开服下 施以针灸 可活血化淤 太医以为是否可行 太医眼神一亮 忙叫人取来清心散 清心散乃是当年第一任鬼衣 苦心钻研出的方子 可治多种杂症 为了造福百姓 她在研制出方子后 便将方子公布 太医属内自然会有清心散 清心散的香气在殿内化开 没一会儿 太后便吐出淤血 醒了过来 听闻是我提出的方子后 她对着坐在床榻边的谢元臣 苦口婆心道 沈美人是个好孩子 如今子嗣不疯 皇上该多看看这后宫的妃子 多往各处走走 贵妃独断专横 这性子也该改改了 我内心平静 内心知晓 太后并非对我上心 她不过是趁着这次机会 向皇帝表达对贵妃的不满罢了 皇帝于笑 很是敬重生母 可却也终究舍不得 蜀罗欣赏人的不适 朕晓得 可贵妃如今也受了伤 母后便饶了她这一回 家何万事兴 郑义儿此时倒是懂得收敛了脾气 站在一旁一声不吭 谢元臣扭过头看向我 脸色烧尘 沈美人言行无状 冲撞贵妃 本该重罚 但应就太后有功 功过向底 便禁足七日 以示成戒 我垂着眼帘 长劫投落出暗影 叩谢皇恩 回到清心殿 知晓我又要被禁足的福果 为我抱不平 皇上太过分了 那贵妃凭什么什么事都没有 主子您不该一时冲动 成口舌之快的 这下又被禁足了 见不到皇上 您这什么时候才能得宠 我朝着为我忧心的小丫头 无奈笑道 你家主子 这回可不是冲动 你且等着看吧 这一切 都在我的算计之中 今日请安 我特意穿了 进染嗜血草的衣裳 又在上头撒下 嗜血草研磨出的粉末 嗜血草无色无味 而清心散中 有一位地心花 与嗜血草融合 可是有破损的肌肤 永久溃烂 再也无法治愈 正义儿不是喜欢 毁掉别人的脸吗 那就让他也亲自 感受一下毁容的滋味 他不是照着那张脸 得到皇帝宠爱吗 那就瞧一瞧 日日对着张义智溃烂的脸 谢元臣还能不能 如从前一般 给他极致宠爱 想到这 我倒是越发期待往后的日子 就 我禁足的七日 听闻正义儿陆续将宫中 所有太医都换了过去 脾气却是一日比一日暴躁 身边有点 姿色的宫女 换了好几个 被换下的人都莫名其妙失踪了 日途见落 我笑着逛去了御花园 御花园角落有一荷花池 如今正是花期 但荷花池边上的瓶子 却少有人来 福果 你站在边上拉住我 我去够那底下的荷叶梗 回去吵着吃 福果顺从的双手 扯住我一边手 而我点起脚尖 身子倾向荷花池 刚扯住一根荷叶 身后的福果却猛然松手 啊 落水前 我面向荷花池 嘴唇微勾 听见了福果慌张的嗓音 参见皇上 落入荷花池 在探出头来时 我仰头直立在水中 伸手将脸颊上的发烧 从额尖拢至身后 宛若清水芙蓉 美人出狱 福果颤威着身子跪地 反应过来后想起身拉我 却碍于害怕 皇帝跪在原地不敢动作 而谢元臣沉黑的眼睛微张 眼底波涛翻涌 我却是仿若刚看见他一般 诱惑的身姿迅捷爬向池边 下一刻 修长的手伸出 我被谢元臣一把拉起 顺势跌落在他怀中 我瞬间慌红了眼 声音颤抖 妾不知皇上在此 这般模样冲扰了皇上 妾有罪 请皇上责罚 可我还未站直身 又是双腿一软 湿透的衣衫紧贴在身上 玲珑曲线一览无余 谢元臣拿过衣袍 将我围绕后 没忍住地一把将我抱起 我惊呼一声 不经意贴近他 蹭了蹭 瞬间察觉到 他愈发紧绷的身体 紧接着他走往 清新殿的步伐加快 声音沙哑 朕得想想 待会如何罚你才好 我羞怯地躲进他怀中 低头的瞬间 眼底却带着冷意 可刚走到殿门口 却被正眼拦了路 正眼额头 遮着厚重的杀金 愤恨地上前 一把将我从谢元臣怀中扯了下来 在谢元臣面露怒色前 样样道 皇上 您都好久没来臣妾宫中了 臣妾这几日新做了样点心 就盼着您来尝尝 轩儿也说 甚是想念父皇 要给父皇瞧瞧他心血的功课呢 谢元臣瞧了瞧 正撒娇的正眼 又看了看我 我主动开口 语气带着些角流造作 皇上随贵妃娘娘一道 去看看小皇子吧 妾方才能和皇上单独相处一会儿 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妾不贪心 我抬眸撞进谢元臣的眼眸 瞧见了我眼中的失落 那震 下次再来看你 正眼闻眼 喜滋滋地拉着谢元臣就要离开 完全没发觉 他声音低沉中 透着些许不快 没走两步 太监总管气喘吁吁奔来 皇上 护不上书有急事求见 谢元臣身子微顿 留下两句安慰正眼的话 快不去了正殿 十 见状 正眼沉着脸又返回 将我拦了下来 他只高气扬地将我上下打量 炫耀道 倒是有点手段 可皇上的心在本宫正 只要本宫一句话 皇上是看不见你的 下一瞬 他又是气不过一般 上手扒开我的外袍 丢弃在地上 上脚重重踩了两下 我曼妙的身姿显露 随行的太监纷纷低下头 正眼见了 眼底竟是极度 随即想到什么一般 弯唇一笑 你这身姿 没人伺候真是可惜了 不如本宫帮帮你 听闻你这般的勾篮院里 多的是男子喜欢 千人枕 万人齐 工人享用的滋味 你应该会喜欢 如同那烟雨楼的 小贱人们一样 听闻烟雨楼这三个字 心中汹涌的恨意 瞬间涌现 我气红了眼 眼神锐利如刀 为了报仇 我一忍再忍 细细谋划 可现下 却终是忍不下去了 我美目拧起 声音冷烈 贵妃娘娘竟是如此熟悉 听说娘娘曾去过烟雨楼 想必也工人享用过才是 正眼像是回忆起什么 可怕的事情 她恼羞成怒 慌乱道 你胡说什么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她说完便要动手 我却是闪身躲避 伸手一把扯掉她 额肩上的沙巾 额脚的伤口露出 泛着浓疮 甚至隐约可见 有白色雾如动 正义儿惊叫一声 手忙脚乱 捡起沙巾遮盖 我拿出手帕捂住口鼻 痛快道 贵妃娘娘 这伤还没痊愈呢 这若是一直不好 岂不是要失宠 身上留了疤的妃嫔 是不能是寝的 会冲撞皇上龙体 可正义儿文言 却表现得胸有成竹 本宫是皇上钦锋的贵妃 将来还会是巫国的皇后 等宣儿几位 本宫便是太后 我心下却是亚裔 正义儿为何如此笃定 谢元臣虽目前只一位小皇子 可他正值壮年 正义儿为何如此确定 那小皇子会是未来的新帝 我抿着唇 并未吭声 正义儿却以为我起了惧怕之意 甚至嚣张地将我推丧至一旁 转身离去 在知晓除户部尚书求见外 他那位兄长郑长明 也在大殿觐见皇帝后 他居傲道 那户部尚书定是求见皇上 要给我哥哥封赏的 随即昂首往大殿走去 我却内心暗笑 等待他的可不是什么封赏 而是讨伐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后宫便传来消息 郑长明运送的番薯 在半岛被劫 早在我种出番薯那一刻开始 劫持番薯的匪徒便叙事待发 再过不久 阿爹便会机缘巧合 重新结识外邦人 重获番薯 只是眼下两种丢了 皇帝大怒 正常名官将武品 罚奉三年 郑义尔闯入大殿 被连带训斥 更是在大殿上杀金意外掉落 饭浓的伤口露出 惹得皇帝龙体千安 十一 自闯大殿那日之后 郑义尔额肩上的伤 一直未有好转的迹象 谢元臣虽时不时去探望 却未有一日留宿 且去郑义尔宫中的日子 越来越少 反倒是偶有宫中 其他肥嫔频频繁被重新 郑义尔在殿中发很大脾气 我知道 自己的机会来了 在阿爹重新向皇帝进献 翻鼠之后 谢元臣终是招了我事情 这一次 我做足了准备 悄悄让福国守在殿门外 只要郑义尔身边的宫女出现 便毫不犹豫将她打晕 谢元臣跨进殿门时 请殿内燃着的香正圣 妾参见皇上 我低头行礼 简单披着的外衫滑落 露出百里透红的嫩尖和礼衣 眼瞧着要露出更多 我似才发觉般 娇羞的小声惊呼 半拉起衣袖 面红羞怯的抬眼 看向谢元臣 随后低头 顶着谢元臣直勾勾的目光 娇滴滴道 皇上可要喝杯茶水 借给您杯了热茶 谢元臣呼吸沉沉 声音沙哑 郑来美人这 可不是为了喝茶 过来 伺候郑更衣 我羞怯的首府上那名黄色衣衫 灼热的鼻息喷洒在耳侧 谢元臣急不可耐地 要扒开我的衣裳 我却半推半就 洋装阻挠 皇上不若等等 不若待会贵妃娘娘 有事寻皇上怎么办 妾可不想与贵妃娘娘抢人 谢元臣醋眉 谋中情绪翻涌 今夜无论谁来 震筒筒不见 说着 他又让人将外头店门关上 他重吸了一口 渴求道 如今可满意了 美人身上的味道甚是香甜 我羞红了脸 谢元臣最终忍无可忍 朝我压下身 他不知晓 这是烟语楼里最常用的催情香 能让男人意乱情迷 沉浸不已却无法自拔 不知不觉 窗外雨打芭蕉 下起了雨 恍惚间 我听见了正义尔歇斯底里的喊叫 动作间 我声音婉转 一夜沙哑 再醒来时 我被册封结余 而正义尔因心念皇上 淋了一夜雨 受凉晕倒 谢元臣总是念着往日的情谊 为他广招神医 对他专宠如初 12 正义尔恢复圣宠后 行为举止却变得温婉可人 每日除了暗时 去寿康公向太后问安外 便与小皇子一同待在明德殿中 我瞧着他脸上的伤 竟是一副初遇模样 纸伤口边缘 还有些浅淡痕迹 心头疑惑 主子 打探出来了 听说是有位太医寻了的偏方 将贵妃娘娘医治好了 还有啊 他这回正憋着坏 要害您呢 听说过几日皇上要领着妃嫔 去行宫避暑 贵妃娘娘打算让您永远留在行宫 咱们可得防着他 福果吃着盘中的蜜饯 小嘴不停 边吃边气呼呼地朝我言道 文言 我却是灿然一笑 明白了 我出手 正义儿那额肩上的伤便无人可治 他那新长出来的皮 不过是用巧技缝粘上去的人皮面 这缝上去的皮 最多维持一个月 便会由内而外重新溃烂 正义儿需得不停地换皮 且这种法子 需得有血缘关系的人的皮肤 才可让其看起来与自身无异 看来 那位小皇子 痛楚有的瘦了 我拿出纸笔 手上不停 扮上 将写好的纸张 放进封好的竹筒 递给福果 拿去 将这个竹筒丢进盒中 正义儿不是要动手吗 焉知我不会先下手为强 去行宫那日 正义儿早早挡在我觉前 笑里藏刀 这后宫的女人 多的是不自量力勾引皇上的 他们每个人都以为 只要试了寝 就能得到皇上宠爱 成为胜利者 但是胜利者就只能有一个人 那就是本宫 剩下的失败者 都会成为本宫的踏脚石 狠狠踩进尼里 正义儿越说 面目越是有些猙獰 最后竟是咬着牙 狠狠一字字地挤出牙口 我侧身 站在正义儿面前 有意挡住身后所有人的目光 并未理会他此时的叫嚣 只是泰然自若道 那妾便在此 愿娘娘能心有所成 见我没接招 正义儿冷哼一声 转身上了叫 工人带着小皇子出来时 我特意走到他跟前 站在正义儿能瞧见的位置 俯下身 嘴唇微动 洋装与他熟络 果不其然地 闻见了他身上的些许血腥气 刚行完里 便见正义儿甩开叫连大鹤 声音带着些许冷然与不安 轩儿道母飞着来 见小皇子没上原本的叫念 反而见了正义儿叫内后 便没再出来 我若无其是地上了叫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行进 却在太行山上遇了刺 随行侍卫 第一时间冲去谢元臣身边 全身黑衣飞面的刺客 带着燃血的刀 闯进我叫内室 我大惊失色躲开 眼神中却平静无波澜 语气阴冷 前头第三个轿子 刺客小心划破我手臂肌肤后 起身飞出 朝着正义儿的轿子而去 其他刺客随即跟上 谢元臣身边安慰众多 此次行刺根本杀不了他 我的目的只在于正义儿 一片混乱中 我惊慌失措地逃到谢元臣身边 身子紧贴在谢元臣身上 犹如受惊的兔子 坠坠不安 皇上 且害怕 谢元臣手环抱住我纤细的腰身 别怕 这点人伤不了阵 他盯着前头混战的暗卫与刺客 眼神冷漠 而后方的正义儿慌忙逃窜 额上刚缝合的皮肉被挑出 小皇子的衣裳被割破 手臂上露出巴掌大没了皮肉的肌肤 惊慌失措间 正义儿更是将小皇子推出 为他挡刀 眼瞧着小皇子和正义儿就要殉命 可却没想到 我还会再次遇到那个男人 传说中的英王殿下谢宇爵 臣弟就驾来迟 请皇上责罚 那人的眼神略过站在皇帝身侧的 我又迅速一开 眼底闪过诧异 落寞与冷漠 十三 到行宫后 小皇子便因受伤 引发高热陷入昏迷 正义儿搁走小皇子皮肉 来遮掩自己伤处的事情败露 他梨花带雨跪在谢元臣跟前 啜气道 皇上 臣妾知道是臣妾做错了事情 轩二是从臣妾肚子里出来的一块肉 臣妾也心疼 舍不得伤他 可臣妾也苦啊 臣妾自小便认定皇上是臣妾的甜 此生只爱皇上一人 臣妾若是脸上有疾 便再也不能陪伴在皇上身边 臣妾舍不得 臣妾只是不想失去 当年在永明湖畔 与一儿看雪看月亮 谈论狮子歌父的元臣哥哥 郑一儿泪如雨下 悲痛欲绝地哭诉 似时勾起了谢元臣的回忆 他脸色动容 轻叹一声 上前扶起郑一儿 郑没有怪你 郑一儿借着力道起身 欣喜抬眸 我却瞧见他抬头的瞬间 那额尖伤口猛地凑进谢元臣面前 惹得他眼底闪过一丝嫌弃 可笑的是 郑一儿伤害皇嗣 却只是从贵妃降为妃位 真是幸运 就是不知道 下次还能不能这般走运 经历一场刺杀 谢元臣吩咐在行宫加强了守卫后 便吩咐各自安寝休息 我躺在柔软的榻上 却并未睡得安稳 梦里好似又回到三年前 出于男人之时 我正在京郊外的喇叭村 替村民看诊 村子里的狗子哥 捡回了那个身上多处刀伤 还身中剧毒的男人 我花了三个月才将他医治好 他睁眼时 那是我见过的 最纯净最引人的一双眼眸 他说他是个白衣 付不起枕金 要给我当护卫还债 他会替我熬药 在我上山采药时 给我开路 替我背背楼 会悄悄窜到烟雨楼 轻敲我房间的窗户 只为将我叫出去 看一场花灯秀 他说他要娶我 这辈子只娶我 你治病救人 我就在你身边当个侠客 我们游遍天下 行侠仗义 可后来 我亲自毁了两人的约定 将他送我的定情玉簪 丢入河中 你什么都给不了我 身上连二两银子都拿不出来 我如何嫁你 何况我从未心愿于你 我根本就瞧不上你 物在来找我 坏了我的轻欲 我转身离去时 身后那个少年红着眼发疯一般 跳入河中找寻那玉簪 后来 那个少年变成了英王殿下 自请离京领兵边疆 成了冷清冷血的沙神 当初那个一心想要 玄虎济世的医女 和行侠仗义的侠客 终究是奢望 十四 郑义尔被降为妃后 将自己的宝妹换到了行宫 与他一到来的 还有几位武师 他将自己锁在院里 院中时常传来琵琶音 听闻真正的郑义尔 与谢元臣第一次相识 便是因为一只飞天琵琶舞 那时的郑义尔身为树出小姐 却自小出落得十分貌美 丞相有意让他 嫁给力部侍郎胡钱拉拢权势 可那胡钱年过五旬 府中夫人刚逝世三月 他便流连乐方 甚是喜爱弹奏琵琶的乐迹 郑义尔敌不过父母之命 被迫苦练飞天琵琶舞 在丞相设宴时 身为皇子的谢元臣 误入郑义尔院中 瞧见了他在漫天雪地中 跳着飞天琶琶舞的连人模样 武艺动人 如飞天神女 却眼底含泪 似有天大苦楚 两人因此武结缘 谢元臣对他一见倾心 如今的郑义尔 许氏想要借此武 唤起皇帝的联系 主子 这是明妃娘娘 每月十五 送给皇上的顾元汤 奴婢只能偷这么一点 多了容易被发掘 否果端着一个小碗 放在我桌前 碗中只约摸两勺汤匙的汤药 随即 又想起什么一般 欣喜地从衣袖间 拿出一纸信条 这是柳儿姑娘 让奴婢交给您的 我打开那空白信条 又将信条烧毁 火光照耀眼眸 眼中满是彻骨的杀意 这一次 便让我看看 郑义尔是重新获得圣宠 还是坠入地狱 十五 一月过去 在行宫的最后一日 宴席上 我坐在谢元臣身侧 时不时为他珍满杯中的酒 眼含浅笑 极力忽略下方谢宇爵内时 不时投望过来的炙热目光 不一会儿 郑义尔拥着琵琶出现 他身着彩衣羽衣 迎跳起的飞天琵琶舞 再次吸引了谢元臣的目光 舞动间 他像是越过他看到了 当初两人惺惺相惜 花钱月下的日子 眼神中露出些许怀念 舞臂 郑义尔快步走到谢元臣跟前 随即腿一软不小心倒入他怀中 一双手直直还上谢元臣的脖梗 吟吟含笑 皇上 臣妾有些力乏 走不动到了 谢元臣手抚上郑义尔的脸颊 欣喜察觉郑义尔额上的伤已经痊愈 又恢复了往日的容貌 那便待在朕身边 哪也别去 他羞怯应声 低下头的瞬间 却眼神狠立的朝瞪了一眼 我拾去的站起身 躬身退下 坐到谢元臣下方的位置 郑义尔见状却是更加得意 我直视他的目光 忽而笑道 听闻是诡异出手 医治了明妃娘娘的伤 这诡异笑来神出鬼没 妾身还从未见过 倒是有些好奇 谢元臣也被我所言勾起了兴趣 不知这诡异可还在 朕倒是想见见 郑义尔闻言更加得意 臣妾这就差人去请来 他笑得张扬 可却在见到 跟在鬼衣身侧 满脸刀疤的丫鬟时 脸色瞬间变得惊恐 鬼衣还未开口 那刀疤丫鬟却猛然扑通跪地 声泪俱下 皇上 奴婢是明德贵妃的丫鬟倾索 恳请皇上为娘娘做主 您身边的根本不是我家娘娘 她是丞相府大小姐 我家娘娘当年回府探亲 却被丞相一家害死 还有秘书 将我家娘娘和大小姐的脸换了 那根本就是个假的 谢元臣手中的酒杯猛然落地 应声碎裂 郑义尔待至片刻后 手指着丫鬟怒道 荒唐 胡言乱语 皇上 他撒谎 臣妾就是叶儿 他根本就是陷害臣妾 来人 把他给本宫拖下去杖毙 郑义尔信誓旦旦 伸出的指尖却有些发抖 是为上前拉走他 那丫鬟却不知哪来的大力气 正拖开来 语气悲怆 皇上 奴婢有证据 求皇上为我家娘娘申冤 他不停磕头 额头颈刻间鲜血淋漓 我顶着郑义尔内杀人的目光 笑得肆意 皇上不如听听他口中的证据 若是他真的冤枉了明妃娘娘 再打杀不迟 如此也好 为娘娘证明 那丫鬟自称是元主郑义尔的丫鬟 虽伤了脸 却依稀能瞧见原本的容貌 谢元臣与元主年少相知 自然也曾见过这丫鬟 他阴沉着脸 心中早已信了几分 说 元元本本给朕说来 郑义尔面上惊惧 起身拔出侍卫的刀就要 往那丫鬟出筒 却被突然起身的谢宇爵 一脚踹翻在地 口吐鲜血 后来 丫鬟献上证据 又有诡仪 作证郑义尔确实被画了脸 谢元臣盛怒 郑义尔被废 打入冷宫 他匍匐在地 手伸向皇帝方向 哭泣道 皇上 臣妾也是因为爱慕您 一日付七百日 皇上 我看向在哭惨的郑义尔 眼神却变得更加狠毒 还不够 听闻鬼衣医术高超 妾身能否恳求鬼衣 替皇上整个脉 妾身怕明妃娘娘 我话音未落 久未吭声的太后慌乱道 对 对 鬼衣 快给皇上瞧瞧 鬼衣言抬不上前 不 郑义尔激进陷入癫狂 看向我的眼神 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 一片激进过后 只剩鬼衣哀叹的声音 皇上往后怕事 男友子嗣 鬼衣话音刚落 我却猛然胃里犯酸 呕吐不止 谢元臣大惊 而太后气急攻心晕厥 查 给朕彻查 十六 我在自省来时 身边已然一片寂静 只副鬼衣人 站在他旁摇着扇子 一脸担忧 人摇马翻之后 事情水落石出 原主郑义尔 刚产下小皇子不久 回府省亲时 被丞相与敌女郑雨莲害死 丞相用秘术 将郑宇莲与郑义尔换了脸 而郑宇莲 最初与丞相坐下 一寒门学子私定终身 寒门学子却转头 爱上一青楼女子 郑宇莲杀了两人 自己却伤了身子 再难有孕 换脸成为郑义尔后 为了故宠 不惜月月给谢元臣下决四药 最终 丞相府被谢元臣下令 莲珠九族 三日后处斩 而我 已有孕月鱼 我想起那日 醉醺醺闯入院内的男人 手不自觉俯上小腹 嘴角露出一丝浅笑 十七 一行人快速回了宫 谢元臣接连几日 都在处理朝政 却派人给我送来 大量赏赐和补品 而谢宇莲 一句话都没留下 领兵回了边疆 郑义尔被斩首的前一日 我命人悄悄将他画了出来 又在他脸颊两侧 身上三处均刻上剑子 送进了一处 我专为他设立的青楼之地 那里只接待乞丐和流民 且随时可进 而郑义尔每接待一个男人 完事后 那男人便会在他脸上画一道 我在见到他时 他已经有些神志不清 身上脏污 脸上横七竖八的伤口 瞧见我后 他眼中迸发出 强烈的恨意与杀意 贱人 你我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害我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我站在他身前 居高临下地看向他 脚踩在他手背 重重碾压两下 蹲下身 眼中很利 你可还记得烟雨楼 我便是出身烟雨楼 当初是你派人 领辱了烟雨楼所有人 还杀了他们 挂在城墙势众 你说 我为何要害你 我笑 你放心 带你伺候够了这些男人 我会亲手了结了你 然后将你挂在城门口 最后再将你扔到乱葬岗 如何 那才是你的归宿 郑义尔疯狂朝我扑来 但他已近乎脱离 我掏出匕首 猛然上前割了郑义尔的舌头 鲜血溅出 便先一步祭奠娘亲的在天之灵 待我离开时 隐约听见 门口急不可耐的乞丐冲了进去 十八 几月过去 我的肚子越发大了 谢元臣知晓自己 被下了绝四药 此生在男友子嗣后 对我腹中的胎儿有了怀疑 直到太医院和诡异军 认定我有孕日子 与宫中世寝之时对上 且腹中为难胎后 他才卸下心思 但我知晓 帝王多疑 那颗怀疑的种子 依旧存在 可我腹中 是他最后一个孩子 是他最后的希望 毕竟 那个被正义尔折腾的 身体有了残缺的小皇子 是当不了皇帝的 后来 谢元臣日日下朝后 都待在我寝殿之中 对我更是越发温柔 甚至花重金 请鬼衣为我保胎 调养身体 几个月后 我早产生下皇子 谢元臣命人滴血验亲后 当场将其立为太子 而我被册封皇贵妃 十九 一晃两年已过 谢元臣的身体 在我的精心呵护下 越发虚弱 而正义尔早在一年前 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后 被我亲手了结 谢元臣驾崩的那一日 是我特意挑选的日子 我拿出了珍藏已久的画像 一张一张摊台 仔仔细细地展示在谢元臣面前 那里有我的阿娘 有门一 有真二 有燕雨楼所有人 皇上可知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日是我娘亲的即日 皇上可千万要清楚地记得 这些人的面容 当初就因为你的一句话 五十条人命无辜惨死 臣妾等了这么久 终于能替他们 来向皇上索命 谢元臣躺在床榻上 我寸步不离 下了三年的赌 他如今已是动弹不得 只欲下眼珠怒争 眼瞧大仇即将得报 我内心却异常平静 对了 臣妾还有一事 还未告知皇上 皇上之前总是对锦儿一神一鬼 觉得他不是你的孩子 我凑近他耳旁 浅笑低语 皇上的直觉真的很准 锦儿确实不是你的孩子 像你这样的人 怎配有后 我会让锦儿坐稳这个江山 成为和你不一样的明君 你放心地去地府 见我娘亲他们可好 文言 谢元臣眼中猛地睁大 身子抽搐 几夕过后 便在我眼前断了气 谢元臣驾崩后 丞相与党 邪正义二生下的小皇子 意图逼躬称帝 被突然领兵回京的谢宇爵镇压 当场斩首失众 两岁的谢景璇登基为帝 而我成为太后 垂帘听政 谢宇爵从边疆班师回朝 成为摄政王 辅佐右帝 十六年后 年满十八的谢景璇 全权执掌朝政 太后自请上云台斯里佛 摄政王成了逍遥王不知所终 民间时常听闻 有一女子 头戴欲簪 自称诡异 志在救死扶伤 身侧还跟了一个 行侠仗义的江湖侠客